欢迎回到东森财经新闻 股东前朝现场台北股市 在创高来到了一万两千点之后 在高档震荡 今天加权指数是小涨14点 来到一万一千九百七三点 盘面上这些低档的转机股 持续地在轮动发威 来看到面板股的部分 面板股今天传出了好消息吗 面板股该怎么解呢 马上连线给分析师 谢谢宗铃 宗铃哥午安 明天午安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我想的面板股应该是 这一波外资持续加码的标的 而今天最近的消息传出来说 原来这个产业面 真的有好转的迹象了 因为一月份的面板报价 终于是止跌回升 包含主流规格的上32寸 40寸 43寸 50寸 一月份的报价比12月 是小涨了一美元 尽管说这涨幅不是很多 但是还是一个值得鼓励 好棒棒的消息 在大尺寸面板部分 像是55寸跟65寸的一月份报价 也比上个月上涨了2美元 所以是外资早就知道 这个面板会涨价的利多是真的 包含群创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群创外资是转买了1.7万张 友达部分 外资已经连续买了7个交易日 超过了14万张 但是看到股价 今天友达的股价 是日K出现了连三黑 是不是真的面板股的友达要转弱休息了 还是投资人先赚再跑呢 另外是群创部分 今天呢 是早盘还一度强势上涨的 接近有2% 但是呢 在盘中也有连续的买单 卖单敲出来 日K恐怕留下上影线 想问一下宗林哥 面板双虎 投资人应该多少有续报 那多少有抱着有买 现在还可以继续来续报吗 还是说真的是有赚先跑呢 应该说看 如果说你现在是有赚的话 有赚的话 短线上你可以稍微做点调节 但是你不要出完 你可以做一部分调节 然后不要出完 对那为什么 因为像刚刚明君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报价的问题 那其实像台面上 有几个族群 比如说像谢金元 像滴院 小北达文件 以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面板 他们都跟报价有关系 这些股票 你不要管什么 什么本益比多低 他们不管什么本益比的 然后补进比 你也不用理他 他们只跟一个关系 一个东西有关系 就是报价 也就是报价如果再涨 报价如果会涨 他们就会涨 报价如果停住了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可能就在那边休息 那边查看 所以其实就是他们这些股票 你看报价都可以了 那报价的话 像刚刚美军有讲到 这报价还在涨 对不对 而且还在涨的话 那短线上 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群创 它不是今天才涨 它从7块涨到8块多了 不是吗 这已经涨超过两成了 你7块的话 两成是8块4 最高是8.84 也就是像这种股价 因为报价在跳 就是报价已经开始有撑的 然后开始往上跳 那这个地方 今天就算你说 你就震荡好了 震荡它也有8.45 也就是从地点上来涨两成 那涨两成其实本来就容易做震荡 甚至于像这种股票 股本很大 股本很大的情况之下 股本很大就不是散户在推的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 外资在推 那今天23号 23号 你能不能看到今天量很小 今天目前的预估量 我这边预估量只剩 1,013亿 那代表什么 代表已经有外资开始在放假了 那如果说外资开始放假的话 短线上涨两成 会在高涨这边做震荡 但是震荡我刚刚是不是讲 你有赚的时候你可以先出 但是你不用出完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报价 它慢慢的产生一个趋势的话 或产生一个趋势的话 怎么样 它整理过后 它可能还会再涨 那还会再涨的话 如果说短线上涨这部分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外资要放假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眼光稍微移开一点 换到什么 就是我们同样是面板这个族群 但是是比较投信在做主导的 因为外资在放假 投信 拍谁 投信他们现在不是 不是要搞最后 今年 剩下最后一个礼拜的那个作帐吗 那在这里面 我认为像上礼拜 有一家公司有开发说 我认为你可以留意一下 安全 不敢说什么大长特长 那起码它是安全 就那个事情 而且太顶 因为你看那个 三星那部分 它是不是说 它明年要减产 对不对 但它高阶的部分 高阶的面板 8K那部分 它还是自己做 它减的是什么 减的是比较中低阶的 那比较中低阶的话 它是什么 它是委外 就是变成委外采买 因为它会维持 整个市站不变的话 它就是委外采买 那委外采买的话 现在是不是还有 那个中美贸易关系 对不对 就中美贸易在争端 还在那边谈那个协议 但是还在谈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很多厂商 开始移到东南亚去做了 那就是说 如果说它委外采购的话 那它已经往什么 它往那个厂 已经搬到东南亚这边去的 那东南亚这边去的话 你面板这边 它需要什么 它也需要光电板跟控制板 那这个东西 在东南亚谁最大 它已经不是有个胎制 它已经搬到泰国去 它是东南亚最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上礼拜罰说 我法说结束之后 隔天当然是有稍微震荡一下 因为它第四季稍微 有稍微不符合预期一点点 但是呢 但是它已经讲了 明年第一季 就是今年第四季不符合预期 但是明年第一季怎么样 明年第一季超乎预期 所以这一来一往情况下 我不知道怎么发觉 它今天怎么样 今天大阪是在那边震来震去 对不对 在11200 在11200这边复印做震荡 但是它今天的高点 就比上市有突破 上个礼拜的高点 也就是说什么 上礼拜法售完之后 大家想说 法座会变法会 结果震荡下来 结果呢 你盘头一看 我要头信买了一缸子 头信买一缸是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的话 它跟面板基本上有关系 所以你整个产业链搭起的话 其实我认为 有达跟群创 他们线型还没有坏 毕竟涨了两层的 而且呢 虽然说在高涨做震荡 但是不好意思 10日前还没破 那10日前还没破 只是卡到 他们是比较大致的 是需要外资去推的 那如果说需要外资推的话 外资现在这个要放假 整个综合起来看 可能上个礼拜 有在动的那个 497态庭的部分 我认为 在操作上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钟灵哥 帮投资人找一下 其实面板股啊 就是这一波涨起来 靠的是 机器比较低压 跟产业基本面穿 因为报价指纹了嘛 就吸引法人的买盘 但是呢 同样是在低档好久的工具机哦 像工具机大佬就相继说 明年产业景气呢 会是相当的乐观 还说呢 最快2020年第一季景气 就可以见到好转 最慢啦第二季也会逐步明朗 那看一下值得的部分哦 外资呢 连续买了24天 上营呢 外资也连续买了11天 工具机族群 真的也是跟面板一样 低档翻扬了吗 其实最近有很多族群都是 之前大家已经没在看了 就烂太久了 然后呢 没在看 最近怎么办 建议户还很强 一样就是我们刚讲到 什么细晶圆啊 什么低院啊 面板 这之前 我说真的 在上个月的这个时候 应该没有人想理他们 没有在看这些啊 因为都很鸟啊 但是呢 但是忽然翻起来 代表什么 代表最差的状况 应该可能就这样子了 那如果说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说真的 像刚刚那个 工具机的部分 像上影跟直德 这个投资人多久没看他 其实多久没看他 你看股价都知道了 股价如果说以那个 我们把那个 K线稍微缩小一点 他不是躺在那边很久了吗 都得以下没叮当 那是怎么 就是今年不怎么样 那今年不怎么样的话 那其实就整个 产业面来看 我相信刚刚那个美军也讲到 这个外资 一般来说我们看股票 不会只看单看一只 都是两只一起看 就是或者是一个族群一起看 那其实 工具机的部分 就是上影跟直德 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比较就是 要看的时候都是一起看的 因为就两只一起嘛 那两只一起的话 外资不是说只买上影而已 他还是买了 他买了很久的值得 就是上影跟直德 他两个都一起买 那如果自己买的话 那我们再看投信 因为投信基本上也是看一个什么 看一个趋势跟价值嘛 那看一个趋势跟价值的话 一样 你看那个 上影跟直德 这两只怎么样 两只一样 投信都有进去买 当然上影的股价 股价比较不清明 值得的股价比较清明 那值得股价比较清明的话 一样就是 有时候我们在看的话 就是它拉上去一点点 然后这地方开始做震荡 那震荡到底有没有失控 那你有没有失控的话 其实看军型都知道了嘛 它现在军型到底是多头排还是空头排列 多头排就是你看那个十字线 二十字线月线 这个地方 它有十字线二十字线跟那个季线 这三条是不是 那个十字线在上 然后月线在中间 然后季线在下面 然后都呈现上扬的 其实这两只来看都是什么 都是一样的状况 都是呈现上扬的嘛 那都呈现上扬的话 一般来说 一只动的话 另外一只就会跟着动 那当然就是上影的价位 价位稍微高一点嘛 所以你可以看什么 你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比较便宜的值得 那比较便宜的值得的话 其实这个 我相信大家应该学过技术分析吧 这个不是已经均线纠结整理到纠灾一起 然后忽然扬起来 那忽然扬起来的话 投信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在卡位的话 就是应该这么讲 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看到盘面 盘面如果说人们换来放去 不想买 不敢买的话 不敢追高的话 你可以等什么 你可以等 就是十日线这地方上来 这个地方再做卡位 但是一般 如果说我们再看的话 就是短线上 短线上如果说这两只 如果说因为今天上影比较强嘛 如果说上影这个地方 先上去的话 值得应该不会等太久 那他们都是什么 他们都是今年不怎么样 因为躺那么久 一看你知道今年不怎么样嘛 但是呢 但是这个 站上纪线开始在做翻扬的话 就是刚刚开始第一段而已 那刚开始第一段的话 就是应该是明年的第一级 可以不开始有转级 所以像这种就是 位阶不高风险低 我认为在操作上可以留意的 好 非常感谢钟宁哥呢 针对工具机族群和面板 过以大家的观察 紧叮铃